好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私募基金经理黄俊 请他点评一下今天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于市场产生影响 早上 黄俊 早上好 主持人 今天我们有几支信息大家可以密切地关注 首先一条是国务院发文支持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进行IPO的这样的一支信息 那么进入国务院办公厅 引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更多的是推动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政策性文件 那么是适应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全面提升规模品质和效益的一个总体布局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国务院办公厅 这个作为这个有十个领域 作为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 作为这个整个的生活性服务业的一个发展的重点 那么这个十个领域呢 我们看了一下更多的是 这个居民和家庭健康养老旅游体育文化法律批发与零售 住宿与餐饮以及这个教育培训 这十大领域 作为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性服务业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然后呢 有七个方面呢 这个提出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这个 这个实施的这个措施 那么这里面更多的是要强调要围牢激发 生活性服务业这个活力和保障居民放心消费 着力发展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改善消费升级 加强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完善质量 标准体系 加大财税金融价格以及土地政策的这个引导支持 推动职业化发展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 加快完善 这个体制机制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那么在这气候方面呢 可能更多的我们看到是在这个加大财税 金融价格和土地政策引导方面 那么这里面呢 更多的就是在可以支持这些相关的企业 这个上市融资并且发行债券 以及呢 意见还提出呢 要鼓励金融机构 拓宽对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的这个贷款 贷款的这个抵押品总类和范围 鼓励商业银行 在商业志愿依法合规 封控可控的前提下 专业化开展知识产权质押 仓单质押 以及信用保险单质押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金融服务 那么加快呢 整个的一个生活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步伐 并且呢 也增强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些企业的融资能力 那么国务院呢 有关部门呢 也要抓紧制定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么因而呢 我们看到这个生活性服务业的 今后的一些投资机会 也是显而易见 因为在我们目前的上市公司当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都涉足这种养老啊 包括这种教育啊 教育培训啊 以及文化产业 以及相关的一些旅游产业 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生活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显现出来 并且呢在逢低 去积极的去参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